就跟大家讲一下方向 比如说O1这个东西 你认为他用Chain of Thought 或者是用什么Multi-Agent 或者用什么各种各样的什么手法 其实O1这个模型 它的这些idea出来都是一年前 全都是一年前 这些idea早就出来了 只不过他用再加reinforcement learning 再加什么东西导致他的工作 其实你也知道他是用GPT4或者GPT4O的 但是他实际上用加了一些其他的方法 导致可能也经过几个iteration 他的结果特别好 这个事情OpenAI如果不做 其他公司也可以做 而且很多公司在做这个事情 像LM AI Agent 像Chain of Thought 像Multi-Agent 这些技术其实在过去一年已经非常成熟了 而且很多人已经把它落地 包括我的好朋友 岳天威的MathGPT Pro 他现在很多已经有全世界 可能有大几千万的用户在用了 然后很多学校在用 其实他们的这个做法都是差不多的 就是把这些东西结合起来 就模型本身不会有特别大的突破了 但是只要把这个Profit Engineering 把它当做一个真正的Engineering 把它组织起来 经过多少个iteration 其实目前一年来 这个好的出路都是好的成果是很多的 就是你不用碰模型 大家都不碰模型了 因为发现模型这东西成本很高 投入极高 然后收益不大 所以大家都从Profit Engineering角度来出发了 以前是说我要给我写一个 以盲流的口吻写一个小说 以什么什么口吻把我翻译 现在大家都不这么用了 就是agent加上这个chain of thoughts 加上这个什么multiagent 就各种各样的方法吧 就是像那个姚舍宇写的这几篇论文 就是和他有影响力 包括Percy量 包括什么 大家的这个想法其实都很多 这个方面我觉得可能是OpenAI不是做的最好的 但是他们他们也有很好的工作 而且好像姚舍也去OpenAI工作了 然后其他的这些有很多实验室 一些什么想法都在做 我觉得这方面肯定会出来几个非常伟大的独角兽的可能 那OpenAI他在这个领域就是强化学习这块 然后他是做的最好的吗 还是说他那个怎么说呢 就是我觉得两个方面 意义是他的领先程度能和相对其他的 比如说Cloud3.5能有多少 然后另外的话怎么说 就是他们一个是他的领先程度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方向 然后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未来 然后是AI的一个未来的方向 我现在没有看到OI任何的他的paper 叫做怎么写的 整个system怎么打起来了 所以说大家都在外面猜 所以我不敢说他是最好的 效果来看他是比较非常好的 但是 他会 因为你就是好像比如说用Proper Engineering的那些post training的方式 然后可能也能够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能够有可能能实现像O1然后这样子的效果 还是说他真的就是在比如说学习的过程中 然后整个构架 然后里边然后都会需要有非常 你说Find Tune什么之类的吗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那个成本太高了 Proper Engineering这个成本是最低的 因为理论上比如说你Embedding或者是REG或者是其他的这些方法 其实理论上来说 theoretically可以达到一样的效果 而且大家也正在用同样的手段去达到这个一致一致的效果 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个用那种手段的话 其实有点绕远路了 现在大家就像就像一个人一样 一个人已经很聪明了 你教他怎么 你一样是教他怎么去完成一项工作 你不需要让他再重新读一遍书 你只要把一些流程给他写好 让他按照流程去执行 可能这个人就可以发挥他的头目材质的最大程度 所以因为他没有开源 他是怎么做的 所以可能大家猜说 不是说一个就是他比如说外面接一些 怎么说 Proper Engineering这种类似的方式 然后去还是用的是GPT4O 然后只是外面接了一些Chain of Salt的一些工具 就比如说Chain of Salt 他就是需要有一个草稿纸 然后那么他会需要有一个存储 然后在每次存储不断的迭代 但是每次的时候还都是套用的主程序 然后还都是4O的这个东西 然后这是一个方案 然后另外一个方案就是他可能在训练的过程中 然后或者是他把它的构架什么的 然后都就是做了比较大的改变 然后比如说他内部可能在思考的过程中 里边有一些推理相关的一些列表 然后按照特定的列表里面的这种方式 然后进行人为指定的这种方式进行reason 然后就不知道是可能是哪一种 因为现在已经过去挺长时间了 刚推出来的时候大家就是很奇怪 因为他什么也没说 因为他真的到现在为什么也没说 你也不好猜 他只是知道包括Qstar或者是什么 他这个实际是已经蓄谋已久了 这个事情 对Qstar所以我猜他这个东西 因为Qstar应该是去年 去年的时候当时就OpenAI闹那个空斗的时候 然后就出了这件事情 那当时出这件事情 然后当时好像是那个说里边 说看到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的 就是那个No Man No Man的话应该他就是在OpenAI里面 然后他就是专业领域就是这个强化学习这块的 所以起码OpenAI应该是在当年 在那个时候就应该是已经有 就是去年吧 去年应该是已经有所重大的突破了 看起来是 但是我不认为那个东西是公斗的原因 公斗可能有另外其他的原因 我觉得可能他们就是SAMAL他们自己的性格 或者是公司的原因 但是确实这个东西可能肯定有即可取 这个锤因为他什么也没说 咱也不好猜 其次我也认为OpenAI如果这么做下去的话 OpenAI肯定会有其他公司做的比他要好 但是现代行现在就是说 可能做的比他个好的这些人 又被OpenAI给招过去了 所以我现在很好奇 就是说如果有的人 就是我觉得OpenAI这公司也很起策 就是说比如说训练一个 一个Large Luggage Model 可能需要很多人很多资源 但是很多项目是几个人 几个人就立得起了这个项目 他有点像早年DeepMind的一样 就是他其实有很多的小项目 但是这个小项目都是一个小的组 可能三五个人或者几个人就把它立得起来 就OpenAI能不能做这种东西出来 我其实打不在Hard 就是说像DeepMind一样 DeepMind AlphaGo AlphaZero AlphaFold123 然后完事就没有好东西出来 其他都是烂项目 OpenAI如果能按照正确的途径去发展 去做这种东西的话 我认为他还是有可能的 有可能做出下一个 在Prompt Engineering上做出了一个很大的产品 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 对OpenAI确实挺奇怪的 就是他感觉他早期的模式然后都是那种小团队和Google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然后但是他们确实就能做出好多很有价值的东西 他们小团他们就是DeepMind有点东西 拿到西方的OpenAI的路线还是比较坚持的 就是早期就是DALI和GPT 就是DALI一直沿着反响座 GPT也一直沿着反响座 他这两点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 其实如果像DeepMind一样 疫情一来大家就不上班了 在家里瞎干了 那种就一定倒霉了 还有您刚才说到 其实我会觉得OpenAI当时攻斗 然后真的很有可能和媒体所报道的那样 就是他们会看到了一些东西 然后三毛特曼 然后他不太顾及安全 然后想赶紧做出来产品 我比较倾向于这种认知 因为我感觉像OpenAI的那些 就是董事会的那些成员 我觉得他们既不笨 然后也不傻也不蠢 然后都是怎么说呢 他们不笨不傻不蠢 但是可能是前代要想找事 想穿存在感 就是因为OpenAI 然后突然间很火 然后刷一下存在感 对就可能就是这个样子 或者是就是难为他一下 刁难一下 其实我没想到 这个他把他惹急了 对也有可能 然后可能我想着他们把他们看得太好了 他也可能不会觉得他们可能是真的看到什么东西 如果真的看到这东西 你应该往前推进 然后应该去 我觉得如果真看到这种突破 就一定会很高兴 让他往前卖钱 就是你跟其他对金融师有差了一大个身份 如果像报纸上说的什么 AGI快出现了 那这个东西我觉得没有问题 这可能还是就是把它离开成AGI 然后找事 就是 那像最近最近不是OpenAI 马上有一波人事变动 然后他的CTO叫什么Mira还是什么 然后也离职 然后还有他的有两个有一个首席 有一个负的一个什么首席什么的 然后都离职 然后可能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我也不知道 他有可能是跟你们一样 我猜不到 可能因为在那个阶段 他的作用已经过去了 在后面这个阶段 他也没有follow 也没有一直跟着公司现在在做 所以说就离开了 有可能 对也是有可能的 然后 还是回到最开始的问题了 就是O1 然后你觉得有点是类似于 就是怎么说 是像SAM 然后他们OpenAI所声称 的那种就是一个 怎么说 一个新的纪元 然后一个新的 那个范式的一个开启 其实我觉得不算 我觉得2023年的年初的时候 这个就已经开启了 那个时候Agent的就已经合伙了 就是也不是O1开启的 那个时候很多很多Agent 在自己领域里做的 就已经很不错了 只不过O1 它是官方推出来的一个产品 能卖钱的 所以你觉得他其实这个所谓的O1 然后其实就是在GPT 10欧的基础上的一个Agent 对 OK 就是你也不能叫他Agent的 你可以叫他一个 reforcement learning 加一个什么 train of thought 加一个什么东西 你不知道怎么设计的 但是他理论上他没破模型 还是把这一套玩到的极致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应该不会 可能这个东西很复杂 但这个东西跟模型是没有关系的 对我看他们的团队做这个的也就大概有可能20多个人 然后他们有一个采访吧 然后对 然后而且我觉得怎么说呢 就是因为我比较关心的是那些投资 然后买什么样的股票嘛 然后又最近也有在关心这个 他的那个O1 然后感觉好像起码他带领的一个方向 就是在那个算力在inference这端 然后呢可能需要更多的一些算力 然后我怎么说呢 就是我的想法呢 就可能就是那inference 因为他需要 现在是在发掘这个inference端的这个 这个叫skilling law 然后如果我们的运算量越大 然后那么可能得到的结果就会 那个相对而言越好 而且我好像还看到那个 就是谷歌谷歌的deep mind 然后在今年5月份呢 还有一篇文章 然后他也是就是 做这方面的理论探讨 5月份的时候 在GPT01发出之前 三四个月了嘛 然后他当时有一篇paper 就讲的就是说 那个如果在后端 在inference端 然后那个提高这个 给它增加算力 然后这方面的skilling law 然后他说 那个当然那个paper什么的 我看不太懂了 但是呢那个作者呢 就是说他可以让GPT 可以让这个大语言的能力 然后那个to the sky 然后当然他会说是在 特定的数学 数学问题里面 然后可以让他就是性能可以 应该说是没有上限 可以做到 然后我没有看到这个文章在哪里 但是我理解 他也是用promp engineering的方法 对应该是 然后他这个东西就就跟 就跟月天威做的是完全一样的 就他就也是把一个 SIMPy一个Python一个agent 填到里面去 然后一个latex的这个引擎填到里面去 就只不过需要跑多个iteration 就Math GPT Pro 那肯定 我觉得以后 inference 如果你要是想看inference股票 我觉得看sebanova grac celebras celebras 这几个我觉得都是很好的公司 但是他们不上市现在 这几个不都没有上市 对 但是就是看他们的竞品吧 或者是 我这几个公司 就是我之前也调研过 他们有一个问题 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他们可能和那个英伟达 其实差距还非常大 因为最大的问题就是 因为我们需要就是在云端 然后有大量的服务器 然后去运行 然后那个如果 怎么说呢 这些服务器 他们会经常都会出错 你比如说我train一个大的模型 然后可能平均每50分钟 一个小时什么的 就中间就出个bug 然后那如果是这些不太成熟的这些芯片 然后他们可能就是 就可能几分钟就出发 GROCK已经有有过几亿次了 我觉得GROCK比较稳定 Sanbanoma和Cyrebrus 我不好说 但好处是在于他们容错率也高 就是说 他们优势比这个容错 这个出错的率要强的多 他们一次inference 比如说GROCK如果推了一些小模型 1000多token per second 1000token per second 这个速度是 其他年小模型的速度的很多很多倍 这个 可能是他们的3-5倍或者10倍以上 如果你进行一次inference 别人用1秒 你用0.0.1秒 这没有问题 如果你未来都是用PROP engineering的方法 去去来做它的话 你可能你要进行10次或者20次inference 你用1秒钟和别人用10秒钟 你用10秒钟和别人用100秒钟 差距就很大 对是 所以他们会你感觉这些因为他们速度会更快 然后应该会更有市场 如果大家相信ai agent的这个时代已经到来了 什么ai agent, chain of thought, reg, reg, multi-agent 这个时代到来了 我觉得一定inference的速度是一个大问题 现在大家都不认为是问题 因为现在大家inference主要就是问答一个 chatbot 一问一答最多inference一次两次的时间 对是的 然后而且目前我感觉openei的它给的运算的机会比较少 它可能算力消耗的比较大 我每次用它问一两个问题 然后马上就不能用了 对 也没有办法 现在openei自己也是GPU不好买 现在NVIDIA成为一个祸害了 因为它产能不够 性能提高也不够 卖的也不够多 大家其实都很恨NVIDIA 就是你为什么不做的更好一些 就我觉得NVIDIA长期来看NVIDIA可怕还是值得买的 因为NVIDIA现在在一个巨大的瓶颈里面去 有很多人在等着它为了突破这瓶颈 而且NVIDIA自己进步也不够快 可能它也是因为架构的原因 我反正我觉得这东西 当然Groke和SAMB1成本比NVIDIA的这个GPU 所有的GPU成本都要高太多了 但是但是这个时代在这里了 对说到这个 我觉得这个可能不能是怪NVIDIA 然后应该是怪台积电 然后我今天还看到一个新闻说 三猫他们去了台湾的台积电 然后去参观 然后想跟他们去谈 然后说要花个什么几万亿 然后构建三十六个然后那个芯片制造工厂 然后那个台积电的人然后就笑话他 然后说他是一响天开 然后三猫他们也去了就是三星 然后那个什么三星还有什么反正就是那些芯片制造的那些公司 然后都去了 然后三猫他们就是觉得可能将来我们需要的这个硬件 然后比现在说就是比如说台积电啊什么的 他们说计划中的要多得多 然后但是台积电呢这些他们不太会相信 就是三猫他们的这种就是一面支持嘛 毕竟那个芯片这些新的芯片制造产 然后会对他们而言是一个比较高风险 然后需要大量的投入 然后对所以这目前是一个是一个困境 然后但是我其实还是比较认同三猫奥特曼的 我觉得他看到的东西 然后他所认为的就我也能想得到 将来比如说如果自动驾驶机器人 然后那个什么元宇宙 然后这些东西到处都都在真的能够实现的话 有那一天的话 那目前的这些芯片这些算力 然后应该是远远是不够的 和实际的需求会非常非常的远 然后但是呢就是也没有人能够去 就是愿意去冒这个风险吧 你让台积电老去真的就是加大 把他的产量提高个100倍 然后这也不太现实 然后英伟达他肯定 我的理解英伟达他只要是能产得出来 然后他肯定是愿意去卖的 他愿意去赚这个钱 但是还是目前就是芯片制造 然后这个环节可能可能是那个阻碍 这个这方面算力这方面发展的 可能最重要的因素吧 可能目前是看起来是这样 我觉得架构也有问题 就是比如说当进行Inference的时候 就比如说按照Groch或者700W的做法 如果都把一个model放在cache里面 或者一部分放在cache里面去进行Inference 其实能省很多时间 就这个是这就是英伟达他的芯片的劣势对吧 他在Inference方面 然后他好像没有就是像什么Groch这些做的好的原因 就是他为什么推断这么慢 是不是因为就是他的那个对 因为因为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都存在 都存在那个RAM里面 RAM肯定没有SRAM Fetch速度快 所以没有办法 这是他天生的架构的问题 对我看到好像说 我当时我就随便看到的说好像英伟达的芯片 然后他在运算的过程中 其实90%的时间都消耗在数据来回搬运的这个过程中 是 所以我觉得为了Inference的速度 肯定会为了这个有一个architecture的一个大革命 那就一定会带来这个Groch或者SambaNova 或者Cerebras这三家公司的崛起 就是大家最后如果一定到了很多的这个快速多次Inference的时候 那这三家公司可能就是无解你只能选择了他们的服务 对但是这些公司就有什么机会能投资他们吗 或者是买他们 因为他们也没有在二级市场 就是不知道 那只能跟他们这个员工聊一聊 谁股票不要我买一点 我高价买一点 对而且我其实之前因为我也稍微调研了一下 然后我以前会认为说比如说英伟达他可能就是做这些服务器 然后做这种大型的算力中心 因为他的技术比较完整 然后能他们自己号称然后从零开始整个搭建整个运算中心 然后全部都行 然后所以我以前会认为说那英伟达他其实是在这个training 然后这个方面然后可能会比较有优势 然后在Inference这个阶段的话我会觉得英伟达 然后可能就他没有优势 training优势就是open AI NVIDIA如果有优势他自己就干出来了 对 然后好像open AI我知道他们现在也在好像是有一个团队 然后在做这个芯片 然后他们好像也去购买台积电的产能 然后也反正有这样的一个计划 然后但是就感觉都目前不是看好 然后我刚才说到就是我想我之前以为是英伟达然后会在training方面优势会更大 然后在这个Inference端的话优势会比较小一点 然后但是我前段就是我去做了一下调研 然后结果发现当然这都是我在网上看到的 就不同的一些人各个领域里面的 然后他们的分析 然后说英伟达然后在推断在Inference里面的优势 就相对于其他的那些竞争对手的优势 然后是大于在training端 什么的优势 我觉得他就是只有卖GPU的优势 他除了卖GPU的优势其他都没有优势 他有优势他自己早就下场干了 他自己的research做了很多东西 但是他最后证明优势不大这帮人证明 您说的优势是指的是说 你说的优势指的是什么 我觉得他就是只有在卖GPU上有优势 他的其他的整个搭一个system他都没有优势 可是我所看到的我感觉就是英伟达为什么会有优势 然后一方面是他的芯片的设计和制造 然后另一方面就是他的整个的软件 然后这些系统 然后他其实优势就在于他的比如说Cuda 然后他的软件上 他有Cuda 但是软件不是只有Cuda Machine Learning是一个巨大的System AVIDIA在Cuda以上的整个生态都不是他的 这个我没太明白 因为我不是很懂 我只是 这个不懂 咱们可以直接翻过去不聊这个话题 没关系 对 反正我看到的就是说英伟达 这个可以不用看 这一条可以先不看了 这条胡说 这条 AVIDIA只有做Driver 只有做Cuda Cuda 卖GPU的优势 他其他没有任何优势 他要有优势 他就不会只卖GPU了 一个卖GPU的公司 他不可能说我要跟OpenAI直接硬钢 事实也证明 你跟OpenAI没有硬钢过 OpenAI这么大的一个System 他能把这个架起来 然后能跑这么大的一个东西 NVIDIA从来也没有跟他竞争过 这个不用讨论这个话题 对 因为对我而言的话 我是比较希望能了解清楚 就是他比如说 一个大的System里面 不是只有GPU的 你要搞不清楚怎么样通信 怎么样把任务 分配给大家 怎么写Pipeline 怎么样把这个东西 Data一拨一拨的装进去 这个不是说 这个不是卖GPU NVIDIA当然有成熟的Machine Learning System 但是他显然没有跑通 他这个档次的其他任何公司 我就说到这里了 我明白 你的意思是说指的 应该是说 他在不是通用家用计算硬件 这个话题咱就讨论到这里了 咱不用继续聊了 反正这个话题我会剪下去的 这太浪费时间了 在这么一个小概念上浪费时间没有必要 好的没问题 我应该只是 我再说一下 就是AI Agent是一个新的模式 AI大模型或者是Large Lugged Model with Vision 到了今天这个地步 模型本身上面已经卷不动了 但是在AI Agent或者是各种各样的Proper Engineering 我理解 比如说你可以叫MetaProper Engineering的各种什么方法 总而言之 这些方法是有意义的 这就类比一个人 当一个人 我读了大学四年 我读了八年 我读了一个博士毕业之后 你他还是要从事新的领域的工作 但新的领域他有新的学习方法 这就是类似于Proper Engineering 我不需要重新读一个博士学位了 读一个博士学位很浪费时间 很耗费时间 很花精力 而且成本很高 这就类似于在训练一个 在为他进行Find Tuning 这个东西是没有必要的 在一个新的领域里 我既然掌握了Risning的能力 掌握了一些基本的Risning的能力 掌握一些方法论 掌握一些知识 我找再为他一些新的知识 他就可以很快的把这个知识去捡起来 然后通过给他一些方法 比如说像Multi Agent 就是不同的人 用一些不同的方法 把一共工作做起来 像A Agent就是把一些方法 给你当作工具让你做起来 或者像什么REG 就等于说给你一本新的书 你可以慢慢的看看完之后 你再把工作一步一步做出来 这个是大模型的一个新的范式 模型实在的竞争 已经到了下半场了 到了非常激烈的头部 开始竞争下半场的时候了 已经可以说是进入垃圾时间了 每个人都在做大一点的模型 花更多的钱 花钱上再翻几倍 没有意义 下一步 AI下一步就是这些Ai Agent 就是这些东西 包括怎么样用 模型我相信还有一点 就是说比如说3D spatial 或者像什么 stereotype camera 或者就类似于 各种其他的这种Vision的信息 我觉得那可能还是一个一条路 输出可能 比如说输出可能还是 如果算力有一个大的改变 可能下一步会 video to video 就是进去是一个视频 出来是一个视频 然后可能里面就是加着大模型 或者加什么东西 可能是这个样子 那个是很远以后 我估计那个得是5年10年以后 但今天此时此刻 各种Ai Agent的方法 是非常好的方法 而且是一个 都不是很新的方法 因为这个已经讨论 我跟大家 在Twitter Space 都扎扎实实讨论一年了 所有新的技术 都跟大家聊过了 这个绝对是一个新的方法 新的模型 新的场景 新的应用 新的效果 一定是各种 Profit Engineering 这些方法里出来的 它很符合人的逻辑 当一个能力很强的博士生 进入一个新的领域 他不可能重新读一个博士 他要做的是 他有他自己的方法 或者这个领域有新的方法 他要把这方法捡起来 一点一点去学 要学完之后立刻上手 他不会再读一个博士出来 不会的 就花一点时间 把这一点一点学 学完之后就直接上手 或者是像一个团队一样 几个人组队 然后一起去做一个事情 或者他和外部有些交互 就像这些Agent 外面连的这些Function一样 我可以连一些 比如说计算 可以连一些搜索 可以连一些各种各样的调 什么API都可以 这个也是相当于一个博士 进入一个办公之后 他会有一台电脑 有一些工作的接口 有一些什么服务 有一些什么报表 有一些邮件 有一些数据库 公司的数据库可以查看 这个是一个 Large Luxe Model 在接下来 其实不是接下来 是过去一年 增长了一个新的范式 大家已经不太聊 模型这个东西了 因为模型这个东西 确实没什么可聊的 它到了今天为止 是一个 速度已经慢下来很多了 虽然我一直跟大家讲说 GPT1 GPT2 GPT3 中间也差两三年 但是到了GPT3.5 到了GPT4 到了GPT4O 到了GPT5这个速度 很明显 你之前还是要慢 GPT3发布的时候 是2020年的6月份 那一天 我跟他同事上了 Github Trending 到了GPT出来之后 GPT3.5 Turbo 大概过了一年 大概过两年的时间 然后很快GPT4又发布了 之后只会越来越慢 我看到的这个速度 是越来越慢的 所以说 模型上 大家就先不考虑了 包括FindTuning FindTuning也不是一个好的方向 从来不是好的方向 就好像说 我博社最后三年时间 我选一个新的方向 或者我怎么怎么样 不是这个样子的 FindTuning 我认为它成本也是过于高了 对于这么大一个模型 未来的方法都在Embedding Embedding Prompt Engineering 各种这种方法上面去 然后 对 我觉得而且特别重要的一点 就是因为它的成本 它的Inference成本在不断的下降 其实就使得这些应用 这些agent 然后会变 就是这么说 实际到来了感觉 对 而且目前的研究的主流 大家也早就不研究 不太研究模型的架构 像比如说有一些什么 研究MEMBA 研究一些什么RN 相关的架构 其实大家兴趣也都不在上面了 因为大家发现 用更少的工作量 可以做 只要通过Prompt Engineering 我不需要变成爱因斯坦 我10个普通人 我也可以做出来很伟大的工作 只要按照正确的方法 去做这个事情都可以了 我为什么一定要再去变成爱因斯坦 变成爱因斯坦 就相当于 去年GPT5 GPT6 成本是很高的 我不需要这个样子 那个成本太高了 我只需要 把一个团队组织好 像multiagent 我只要把团队组织好 让他们任何人做任何正确的事情 因为GPT的数量是无限多的 所以说你可以 你可以把它们 有时候我也有10个有20个agent 然后让他们一起去完成这个工作 并行的同时的去组织一些task 然后把task divide and conquer 这样的话让工作更高效的完成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家 不是说现在一关注点 是过去一年来说大家的关注点 对 是的 过去一年一直看不到 open AI有什么大的进展 然后其实说实话有一点失望的 有一点感觉 过去一年其实很激动人心 因为大家已经不看open AI了 过去年open AI可以说也就是垃圾时间 就可能他之后还有非常伟大的工作出来 可能之后他的团队有一个 他的关注点可能进入下一个好的领域 但目前看来他们没有这个东西 或者说目前他们也在赌ai agent 对其实比较激动人心的那些大的一些 构架方面的一些东西 然后还是怎么说 我觉得像那些在第一线的那些 就是首级那些科学家 他们还是肯定是想往这个方向卷 但是也是力不从心 或者说你的进度会比较慢 花费有点太高了 起码我现在有时候就看到像李飞飞 他们做什么spatial intelligence 我不看李飞飞做的东西 李飞飞上岁数了 咱不聊他了 他没有聊的价值 咱就说一些 比如说还活跃的一些人 比如说像open Devon 各种Percy梁 姚顺宇 王池这些人 他们做的东西其实都很激进 咱不能老看那些名头大的人 名头大的人 我看到这行业里面的一个特点 就是上一个时代传统deep learning 那帮人这个时代全都落伍了 我看不到任何人有任何的 除了open edge里面这帮人 除其他那些人 观念上想法上全方位落伍 上一个时代是宗师 甚至我认为他们这帮人 可能有机会冲击图领奖 可能再过10年20年可能才能 因为他们现在太年轻 再过10年20年可能冲击图领奖 但是在大模型时代 他们的想法观念全都多多少少的落伍了 所以他们的看法 他们的做法我都不看 但是因为我不像你那么了解到 很多那些动态的一些前沿的东西 我可能看到的就是媒体上面 然后会给这些比较老的人 然后给他们比较多的曝光 然后比较多的观念 你有没有看我的直播间 我去年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过斯坦福小镇 那是一个巨大的曝光 那是真正好的工作 没没看到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真正有价值的工作 你是一个都不看的 没有我当时想看了 我只是关注到您 然后没有几个月的时间 没有特别久 然后以前的然后没有怎么看到 好可以看去 伟大的工作过去一年还是出现很多的 像什么autogen 像什么long chain 我就不说 long chain 现在已经大家已经开始被嫌弃了 可能已经落伍了 有很多东西可能出来之后半年 就救了五了 然后各种各样的 像什么devin open devin 是各种各样的meta gpt 过去一年来 人们早就用promp engineering的方法 去证明了promp engineering 比训练一个大的 更完善 更大而全 参数多几倍的模型要有效的多 像devin这个东西 经过可能几百个iteration 可以把任何的中小型的项目 让它彻底的写 写完跑起来 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了不起的进步 我觉得这一点是很多人是 这一点是很多人他因为他只关注那些新闻上的东西 而这些这其实devin也是上新闻了 但是其他这些有些paper有些好的这个产出 大家都不看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看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就像gbt3出来的时候 gbt3其实也上新闻了说实话 但是那个新闻大家就当擦屁油纸一样 可能gbt3出来的时候大家关注点还不如 武汉怎么怎么什么 那个时候大家就压根不关注那个东西 所以我也理解这个东西 对我很想关注一下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些 一会我会到时候看一下录音 我之前的录音 我之前几乎 今年是9月29号了 今年之前的一年的时间 我几乎每周都会聊一聊这新的斯坦福小镇 我至少提了不下一百遍了 对 斯坦福小镇我也知道 这个我看您有聊过 然后对其他 而且我的好朋友Y11 他还质疑过斯坦福小镇 我还跟他讲说斯坦福小镇实际上是非常伟大的工作 因为multi agent这么一个东西 以前在robotics里面根本就 大家不认为是个问题 或者大家认为这是一个overdesign的问题 到今天large luxe model时代 大家发现原来multi agent有它的巨大的生命力 斯坦福小镇绝对是电机的工作之一 他可能未来比如说 如果large luxe model或者multi agent方法能影响人类未来100年 那斯坦福小镇绝对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而且斯坦福小镇这篇文章里 已经也用这么一年 不到一年时间已经也用了 可能得有一千多次了 就以后这篇文章可能是 就是一定会入选人类 这个也用最多的这种大木星时代的 这个好的project engineering的文章之一 这种都是电机机的这个工作 包括什么autogen state flow这种什么东西 包括David这种公司他们的产品 都是完全在探索人类想象力的边缘 这种都是极其伟大的工作 大家一定要在看的这东西 好的好的多谢 我去那个搜一搜 然后看 我觉得可以盯几个组吧 看几个好的好的方向 然后盯他们组 然后看他们组的产出 有的组的产出就持续的是一贯之的优良 我看您最近这段时间有一些就是一些讲座 然后那些讲座 然后我觉得就是比较系统然后会特别的好 然后我不知道您如果有机会有时间 其实可以做一个这方面 然后因为我觉得会有很多人像我一样 然后会对就是您刚才所介绍的这些 然后会非常感兴趣 好我给大家出出一条路 还是那句话 UC Berkeley CS919 我几乎最近提了它不下十次 UC Berkeley CS919-19 错了 CS194-196 Large Language Model Agent 今年正在开的一门课 已经上三节课了 好的 多谢 这门课的现在三门课前两节我听了一下 质量都如果你不了解的话 你应该会收获很大 一个叫一个是姚舜宇 就是他是在Agent名里面工作非常好的华人 一个是王池 他是AutoGen的开发者 一个是Jerry流 他是LamaIndex的创始人 到目前为止我看到的这个工作 后边我不好说了 后边有可能有一些灌水的 或者是不太行的 但是后面Percy良的这个课 你们也可以看 这个相关的一些比较厉害的人 讲座里面这门课都有 所以我强烈建议大家看一看这门课 看一看目前大家的想法 包括Danny Joe Danny Joe也有 他讲的这些东西也非常对 然后但是他的一个问题就是 他那个课录音不太好 这一节课 UC Berkley CS294194-196 Large Language Model Agents 它是20244 这个证明课 大家感兴趣的话一定要去看 这门课是 如果都不了解的话 这门课至少在这几个点上是讲的是 把这几个创始人 这几个提出者都找来了 这个Dawn Song也是比较有比较厉害 把他们都找来之后跟大家一节课的聊 好的好的 非常感谢 我已经收获已经非常非常非常大了 我都迫不及待了 准备要去看一下 而且Prompt Engineering 它的一个好处就是 基本上它不像模型一样 因为像Large Language Model这种东西越来越大 它一定就是不好 不好开源 开源之后你本地也跑不起来 Prompt Engineering的好处是现在非常非常小 非常细微 而且方法都是很灵巧 设计设计都是非常 合乎人类的逻辑的这些一些方法 比如说像姚树你的React 比如说像什么Auto Auto Jam 比如说像什么各种框架 各种方法 各种framework 其实都是顺应人的方法 就是它是 就是你可以这么说 它是用管人的方法去管Large Language Model 它的方法一定效果一定是一定非常好的 你只要按照这个角度去思考 那个东西都非常好理解 可以说一节课就是 现在大家的设计都很轻 很简单 非常的 本地能跑起来 如果你OpenAI的API Key的话 你可以直接跑起来 这些东西都是非常好的产品 非常好的这个概念 而且都是刚刚热热乎乎的 从学术界产出不到一年的时间 或者就将近一年多的时间 包括Chain of Thought这个东西 你说O1用这个东西不用了 但是这东西 其实最早Google还是Microsoft 提出它的时候 也就一年 刚刚一年前 都是很新的技术 技术新的到 新到就是说那篇文章读完之后 你自己也觉得 我那个时候其实是有能力把它写出来的 或者是有能力把它加一加减减 是把它做出来的 我这一年来跟大家都讲的是AiAgent 因为这方面确实是 首先能做的东西都非常简单 非常干净 其次 对 影响力可能是巨大的 因为这是非常新的一个领域 然后它的效果都是非常好的 对我能理解 就基本上就是 好多其实想法可能都非常的基本 然后但是呢 它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新的领域 然后其实将来的影响是很深 很深 很深厚的东西 是的 然后确实这些都非常怎么说呢 就是就像一个斯坦福小镇一样 然后感觉好像很简单的idea 好像很多人都能想到 但是并怎么说能做到第一个还是不容易的 而且最近一年之内 我觉得未来一年吧 会有更多的像什么MetaGPT或者落地的像这种 这种电文一样 它会落地在一些领域里面改变一些行业 是说有可能比如说出个类似于像Killer App这样的东西吗 对 比如说Versale的V0 它是那种东西其实也是一年前我跟大家分享过的 就是在2022 这应该就2023年的时候 它刚出的那第一天我就跟大家讲说这东西完了 这东西应该会把一大批的前端替代掉 输入一个需求直接给你生成一个前端 整个的react或者是vio或者是什么的一个整个一套前端 应该就是react加上UI加上什么什么东西 基本上你所有提的要求它都给你满足 就是Versale的当时的产品 好的 我感觉我接下来怎么说你刚才说的好多东西我需要花好多时间得去消化一下了 然后我可能是不是应该是首先从伯克利的课程然后先入手对吧 然后也非常期待如果您能真的做一个那种像那种专题的一个讲座 这个很难做专题不好总结 OK 我可能会慢慢的把有些新的东西在YouTube给大家视频讲一讲 因为我发现我推特解完之后 大家完全不看就是大家也大家也不太看了 所以有可能重要东西我推特上讲完之后YouTube在做 因为推特上面有个问题它就是只是哪一天的 然后它没有它不会归类总结然后这样子就是YouTube上面的那几个 然后我都觉得都真好 我都分享给就是我身边的朋友啊学生啊什么的 嗯是对总结性的东西然后就就比较那个怎么说呢好传播嘛 嗯是然后我我理解比如说像这个 有一些有一些review或者service相关的东西可能也比较好 但是他们可能都是博客的形式 我可能会带到时候给大家分享 但好多时候推特上我分享一东西 我分享这种东西大家兴趣就不在上面 因为可能这个东西大家完全不看 或者是观众领域比较少 大家还是大部分对于Larsher Model大部分人的概念还是在于 哎呀这个大模型是不是更大了呀 哎能帮我赚钱了吗 能帮我写个淘宝出来吗 就大部分的想法还是比较这个浮潜的 所以说可能大家对于这种细时末节的这种最开始的技术 可能也不太关注 确实但是也有很多人 我觉得应该还是有不少人 然后像我一样 然后就是很很关心这些 然后但是又没有 没有像您一样 然后去就是做很多比较深入的了解和思考 然后其实很希望这方面有这方面的一些信息 我回来 我先看UBC Berkeley那门课吧 那门课是我目前我看到的最好的 因为目前其他所有在有完整视频系统的课都是讲 四五年前至少四五年前之前的知识 大家讲Larsher Model的这个Machine Learning课都很少 它是唯一一个把Agent完整的总结出来 然后做成一套课的这么一批人 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这个工作 哪怕大家都讲自己的工作 但是还是他们自己的工作都已经很强了 确实确实 好的感谢感谢 我感觉我今天接下来要下去要做的工作有很多 然后我吸收一下消化一下 然后那个 而且我记得您也是学术界的对不对 对我之前是做物理的 做理论物理 然后但是我后来就没有再搞学术了 后来就为了生活 然后就那个用来教学生 然后去赚一些钱 然后开个小公司 然后这样 其实今天这个时代 就是如果还是想从在学术界工作的话 今天这个Agent领域里有很多的这个很好 很好做的这个low hang fruits 就看想象力了这东西 看想象力看你大家的这个过程 因为很多Agent的其实现在已经开始有很多人灌水了 就是用大片大片的公式 大片大片的这个什么state 什么什么转移啊什么之类的这种 看完之后的头皮码码 其实用想象力去展开 还是有很多很好的工作可以做出来的 还是有很多很简单很漂亮的工作能 现在就能做出来 而且你抢在所有人之前发 只不过慢慢灌水 大家灌水也是逐渐的开始进入舒适区了 这个没有办法 我现在其实是怎么说呢 就是感觉再去搞学术 然后可能那个比较困难 然后一方面就是因为我之前是说物理嘛 我今天也看你有发一个 我觉得中科院然后之前读物理 然后就是想就是一直搞物理的那方向 然后就是你那个推特然后今天批判过的那种 然后确实是 然后那个 但是还好我就是 及早的就是从物理这个领域跳出来 然后还是解决自己的家庭的温饱啊 生活这些问题 然后目前就是 更多的是对这些领域 还是非常的好奇 因为我觉得物理学多少年没有一个大的发展 但是现在看到AI这些领域 然后有这些很激动人心的进展 然后就 就还是很兴奋嘛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之前开公司也稍微赚点钱 然后就是想对这些领域做一些比较深入的研究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我买股票啊 二级市场上面投资啊 然后可能会也许会有一点点帮助 然后那大概是目前是这样一个状态 是的 所以说这个物理这个领域 其实能研究的东西 大的东西其实非常少了 我觉得很多人 聪明人的兴趣也不应该在上面了 因为以前研究物理是有直接的产出的 研究一些东西 然后有一些直接的产出 然后能以前从 上个世纪的事情 对上个世纪 对我而言的话也是 我就是其实最喜欢物理的时候是高中 那个时候就看到什么量子力学啊 相对论啊 什么超空间理论啊 每看到一个东西 然后都是打开一个新的一个世界的一个大门 然后都很兴奋 然后但是等你读到大学 然后那些东西 就是这些领域也就那么多 对吧 当然你在做研究生 读研究生 然后发paper 你会发现你就是在做一些灌水的一些工作 然后就已经没有那种 就是新发现一个新的一个大的领域 然后那种兴奋感 然后对而现在的计算机 现在的像AI啊 然后你可以看到 Skilling Log 然后他们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这些新的进展很多 就像您刚才提到那些 什么试探富小镇啊 然后这些 哪怕就是一个可能不是很复杂的一个idea 但是呢它都可能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 然后很深远的一个工作 然后所以怎么说呢 就是现在新分点 然后在AI然后这一块 是因为物理 它到20世纪下面也很多研究 很多新的工作 还是可以转换成为产品 甚至其实可以融资的 但是现在就完全没有了 就是每个领域都太深了 每个领域 大家其实这学术界也是有问题 就大家的意识上 觉得我灌水万岁 然后只要保住经费 只要有学生 只要这领域里活跃 我就可以有不断 有方定难 有学生招 就导致这个没有办法 这个领域里面 大家其实 没有什么太多的进展 确实就是基本上一个坑 然后只有上面的教授老教授 然后离开了这个位置 然后可能才能统建一个坑 然后就和计算机 完全没法比 和现在的大模型 这些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计算机有一个好处 就是计算机里面 大家很坦诚的证明了 就是有些方向也是垃圾 是垃圾方向 大家其实大家都很坦诚 这方向不太好做 就大家就都跑掉 而且跑掉其实也很简单 就只要你掌握一些coding 掌握一些computer science 一些基本的一些想法 进入一个先锁域其实并不难 对 而且我觉得计算机有一个好处 它和物理不太一样 物理的话呢 就是给人感觉 就起码是我自己啊 就会觉得小的时候很早 然后就可能去想 我那么多伟人 牛顿啊 爱因斯坦啊 伽利略啊 然后都会想 将来要想做和他们一样的人 然后把物理学当做一个宗教 然后会很多人 可能就是我 我起码在读大学 研究生 刚刚读研究生的时候 然后想法都是 我可以不赚钱 将来可以过很清平的日子 但是只要能 就是在思想境界上面 然后能够就是像爱因斯坦一样 然后去做这种理论 假设 然后这种推导 然后理想世界的这种推导 然后就能感觉自己过得很开心 然后就是我觉得身边学物理的人里边 然后有很多人可能和我就是很像 然后就是就是您今天那个推特那个批判的那种 就是怎么说呢 大家就是在物理学里面 然后去搬砖 而且还辛辛苦苦的 很情愿 心甘情愿的 在这个领域 然后里边就是给那些导师去打工 然后就反正挺普遍的 然后不像好像计算机 就是大家都很务实 然后不是那种 就没有一个那种类似于宗教的一个东西的一个洗脑吧 然后那种感觉 对 我觉得现在这个好处就是 就是他和冲头圈最近 就是别人该死是怎么撑上起来的 然后Mark Zuckerberg是怎么撑上起来 大家都看在眼里 他们也不是什么伟人 甚至是他没多大岁数 就是这个这个年纪的人 他其实他的成功 你可能有的人知道他们是靠运气 但是这个运气也是可以复制 就是在你也很兴趣的情况下 这个他们的成功是有可能复制的 或者复制一小号的 复制他们的一个一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成功 都是有可能的 确实可能选对方向然后是很重要 而且再有一点就是 编辑成本是零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可能十个人做出一个给一个亿人用的产品 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这个就完全就是村民材质不会一点浪费 只要产品东西做出来就可以卖钱 这一点跟以前那个时代是不一样 以前那个时代的商人 比如说像什么洛克菲勒 卡内基时代 那都是重工业 都是要资产 要有多少钱 把它盘活起来 那个是太可怕的东西 今天这个时代就是创造报复 虽然说今天互联网时代已经没有什么空力可吃了 但是想融一笔钱 想做一个能有很多钱的生意还是很简单的 就是需要运气 也需要能力 像大模型出来之后 那个 有人直接拿大模型做一撩骚的工具 然后立刻俩月之后 他就一个月收入 也就是一个月收入 可能得有将近一百万刀 就这个时代还是给了很多人这个好的机会 有电脑有网线就可以干了 好的 谢谢您 我回去吸收一下 然后先去看一看这些课程 然后会听一下视频 把您刚才提到的这几个方向 然后做一下调研 好 多谢